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部高分科幻片 《炎异杀手2049》 故事发生在2049年 未来世界人造人成了人类的奴隶 人造人刚制造出来就被灌输了服务人类的思想 男主便是科技公司生产的新型人造人 他的任务是追杀那些叛逃的旧型人造人 俗称炎异杀手 男主作为人造人 他有一个美丽的虚拟女友 虽说是虚拟女友 但却有情感和记忆 男主拿出了一个小巧的投影仪 这样女友就可以始终陪伴在身边 在此执行任务时 男主发现了一具遗骸 事后分析发现 这是一具女性人造人的骸骨 而死因居然是难产 警方极为震惊 这也就意味着人造人实现了自我繁殖 这必然引起争端 甚至引发人类和人造人之间的战争 警方告算决定封锁消息 同时派遣男主前去杀死人造人生出的小孩 但是科技公司这边却希望找到这个小孩 从而攻克人造人量产的难题 实现大批量生产人造人 男主就此踏上了寻找孩子的旅程 作为人造人 他们的记忆都是由记忆塑造师所编造的 但是男主却发现 自己的记忆是真实的 因为他在儿时待过的孤儿院 找到了一个玩具木马 这和自己记忆中的景象如出一辙 为此男主找到了一名人造人的记忆塑造师 经过鉴定男主的记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男主狂躁不已 这意味着自己就是人造人的遗子 为了自保 男主谎称自己已经杀了那名孩子 回到家后 女友找来人造人做替身 用自己的灵魂和男主完成了肉体上的交流 之后男主找到了人造人的父亲 而此时科技公司派人接走了人造人父亲 并且踩碎了那个组成的女友记忆和情感的盒子 自己的挚爱就这样消失了 等男主醒来后 他遇见了人造人反抗军的首领 这才得知自己并不是那名孩子 只不过是人造人反抗军利用那一名棋子罢了 得知真相的男主将人造人父亲给救了出来 并把他送到了他女儿身边 而女孩就是之前那名记忆塑造师 身负重伤的男主则躺在雪地上 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 好了 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了 关注头像或微信搜索 喵妹收电影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电影资讯 爱你哦 摸摸哒